在国内呢 汽机车组呢 在明年7月份开始就不用再定期换照了 现在立法院呢 上个会已经通过了决议 要求交通部从明年开始废除了定期要求换发汽机车的行照制度 所以这个国民党立委卢秀燕呢 其实在昨天就指出 交通部呢 明年度竟然还是编列了16亿元 强制驾驶人换发行照的预算收入 通平政府根本就在抢钱 而现在公路总局估计呢 废除这定期换照的措施 最快将会在明年的7月份就可以生效